特别是在我们面对外面境界起心动念的时候,顺自己心意的,会生欢喜心,会生贪心,这个就错了。 你把这个记子念一遍,你的心恢复平静了。 不顺自己意思,逆境,你生烦恼,甜慧,嫉妒,障碍,这种心生起来了,你赶快把这个记子念一遍,让他把你心里面这些污染清除。 这首记子好。 你了解得越清楚,越透彻,那个力量就越大。 一定要用在生活上,你不用,自己就得不到利益,一定要会用,随顺而入。 时时刻刻用这个标准来看一切人事,看一切现象,不但看我们眼前这些人事现象, 同样用这四句看六道轮回的现象,看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, 这样我们对于天道也不留恋,也不住。 多少人希望升天,天人的福报大,寿命长,相貌庄严,天都不想去了,人间富贵还有什么留恋的? 都没有了。 不但天王请我去做,我也不干。 人间什么总统还去竞选,哪有这种道理? 没有这个道理。 三界之外,阿罗汉,辟知佛,菩萨,甚至于佛,我也放下,也不要了,这样才能超越十法界。 超越十法界才能把自己找回来,禅宗里所说的,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, 你才能真正把你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。 本来面目是什么? 大乘经上讲的,如如佛,本来是佛。 此观,正是金刚智慧,班若是大智慧,金刚班若是智慧里面最殊胜的。 金刚班若在哪里? 这一手剂子就是。 常常用这一手剂子关照,你的智慧就升起来了,你就不会迷失了自信,不会迷失了方向,换句话说,不会迷失了你的幸福,快乐,美满。 说这个话,大家听起来更容易懂,你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?迷失了自信。 觉悟了,这世间没有苦,有真正的乐趣。 硬如是受持,如是演说。 金刚经,尚对于演说讲的太多太多遍了,可见得佛对于这桩事情非常重视。 我们读到这部经,从头到尾,金刚经,并不常,佛教导我们,受持读诵,为人演说,这句话讲了七、八次之多,这是看出佛对于这个重视。 受持,受持,是我们自己得利益,受持就是要照做,受持不是我每天把这部经验一遍叫受持,那个不是的,那叫独颂。 受持是要依教奉行,也就是依着这个纲领去做官。 自己得利益了,如果一切众生不觉悟,一切众生还迷惑,我们也要受累赘。 一群的糊涂人,你一个人清醒,那你的日子也不好过,你要应付这一群迷惑颠倒的人,必须要叫每一个人都觉悟,那你就要,如是演说。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讲经的人不多,太少太少了。 要把这部经讲清楚,讲明白的,那就更少了。 我们这一次这个缘分很殊胜,相当不容易。 这部经从去年讲到今天,杨会长刚刚告诉我,我们总共讲一百二十四次,一次两个小时,是二百四十八小时,很不容易。 我们的缘非常殊胜。 我们的缘非常殊胜。 不但要传到底下一代,还要把他发阳光大。 永远在流通,这是自行化他,显示无尽的悲怨,大慈大悲。 讲经说法,实在讲不是难事,但是也不能把它看成容易。 看成容易了,你不会有进步,看成太难了,你不敢去学习。 尤其是这样圆顿的大法,我们初学的人可不可以学讲这部经? 可以的。 前面说,欲缘不同,这句话善导大师真是讲绝了。 几千年来大众的疑惑被他老人家一句话解开了,欲缘不同。 学讲经跟学世间的这些东西,在原理原则上是相同的,一定要认识清楚,要一门深入。 可是现代的社会,跟中国古代的社会不相同,现在教学的方法很困难,如果用现在教学法来学讲经,可能一生都不能成功。 中国古代是出世间的教学,讲求师臣,所以他臣就快速。 我们读中国古书,历代这些读书人未满二十岁,二十岁是成年。 未满二十岁的,在从前的人中举人的,秀才就不谈了,中举人的,近世的很多。 诸位要知道,中举人,近世,就可以担任地方的首长,现在的县市长。 很多。 那不是假的。 在我们现在看到,十八、九岁是小孩,他懂什么。 他什么都懂,他能够治理一个地方。 民国初年,我们在台湾还遇到一位十九岁做县长的张灵居士,这都过世了。 老总统走的时候,总统纪念歌,就是他做的。 他十九岁当县长,那是湖南才子。 诗臣就非常重要,跟一个老师学。 所以以前师生的关系比父子关系还要亲密,跟现代师生完全不同,现在师生没有关系。 以前是师徒如父子,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没有两样,有这样亲密的一个关系,所以老师对于学生全心全力的照顾,帮助他。 在佛门,佛门俗话常说,踏着皮鲁顶上行,皮鲁哲那佛是报身佛,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,都不讲释迦牟尼,释迦牟尼是应化身,算不了什么。 讲报身,华严经,上的皮鲁哲那佛。 怎么说踏着顶上行? 踏在他顶上,你就超过他了,所谓,清出于蓝而胜于蓝,就是这个道理。 学生一定比老师高明,如果学生不比老师高,那个老师就会被社会人骂了,轻视,拟令法,不肯叫学生。 学生一定比老师高明,为什么? 时代在进步,整个社会在进步。 如果学生是底下一代,他要不能比老师高明,他怎么能应付底下一个更复杂的社会? 从前人明白这个道理。 如何取老师的精华,作为自己的基础,这就是踏着老师的肩膀,踏着老师的头顶上去了。 你懂得这个原理,懂得这个方法,讲经有什么难处? 我最初学佛清净理老师,是想到他那里听经,没有想学奖经。 结果一看到他的教学法时,我们才明白,恍然大悟,原来是这么个事情。 所以我们同班的同学,当时在一起学奖经的,有一位年岁最大的灵看智居士,六十岁了,我那个时候是三十一,二岁的样子,他六十岁。 什么程度? 小学毕业。 六十岁小学毕业,出来学奖经。 学多久? 给诸位说,一个月,一个月就会讲。 怎么个讲法? 拿着老师这个基础,踏着老师的肩膀。 譬如,我们这一次讲的,金刚经,我讲了二百五十个小时。 现在你学讲,金刚经,多久的时间? 给你二十五个小时,十分之一。 你把我讲的这个东西里面取十分之一去讲,你想想,你是不是比我讲的好? 我拉拉杂杂的太多了,你讲的都是我的精华,你不是踏在我的肩膀,踏在我的头顶上,那是什么? 就是这个道理。 你不是跟一个人学。 你不是跟一个人学? 古时候的标准要学多久? 五年。 五年之内决定跟一个人,五年之后你的基础稳固了,你可以涉猎别的东西,可以找别的参考,取材的范围可以广。 五年之内一定是老师的,除了老师之外,不会掺杂任何东西进来,你就成功了。 把这个讲演浓缩成十分之一,你取材只取我十分之一换句话说,我所讲的十分之九,你都不要,都把它去掉。 取材的原则有四个字,这是初学的人必须要记住的。 第一个是,简。 简单,不能够难,人家很容易听懂,听起来一点都不难,一而不难,这是很重要的要领。 第三个是,浅。 不深,你取的东西,我讲深的不要,我自己懂了,想想初学的人他听不懂,那个东西不能要,要浅而不深。 第四是要,明。 讲得很明白,明而不昧,昧就是讲不清楚,这个经文句子没有解释清楚,这个不可以。 你只要守住这四个标准,把我讲的东西淘汰十分之九,只取十分之一你出去讲,就行了。 开始讲,怎么讲法。 可以找人家家里去讲,三个人,五个人听,讲不能中断,教学相长。 你讲一遍,你就更深入一层,你能够讲十遍,可以说你的基础已经稳固了。 这样不断地去讲,讲五年,你的根扎下去了。 五年之后,就有误触,开花结果了,你才能够广学多文。 所以五年当中一定要守这个原则,守一家之言,决定不掺杂任何东西进去,这叫失臣。 你懂得失臣,一臣原顿大法,我一开头就可以学,不是不能学。 这就是刚才讲了,欲缘不同。 所以佛真是无数次的这样勉励我们,我们应当发心,受持独诵,为人演说。 佛说是经以,长老须菩提,及诸比丘,比丘尼,幽婆赛,幽婆仪,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,闻佛所说,皆大欢喜,信受奉行。 这一部经讲完了,这一段话是阿南尊者记录的。 经讲完之后,大众文法的这些状况。 一,受菩萨界后,则称菩萨界幽婆赛,幽婆仪。 皆可讲经说法,的称法师。 唯不可为人做传授归界师。 因自己未受巨族界之故。 这是说明,我们同修们都应当发心出来讲经说法。 讲经的功德利益最大,我们讲消业障,消业障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讲经。 我们过去在理老师会下,老师的学生很多,他看到同学有些人面向很薄,很薄的人,大概我们一般人都能够看得出来,没有福,短命。 看到这种人,老师就特别劝他出来学讲经的的确却能够转变自己的命运。 我年轻的时候像帽很薄,我年轻照片,诸位要一看都会吓到,很瘦,一点福报都没有,真的是短命像。 过去许许多多这些看像算命,给我算都活不了四十五岁。 我今年七十岁了,福报还算不错,这个统统是学佛以后修来的,后天的,不是先天的。 可以说,效果非常的舒胜。 你就走这个路子。 在家同修一样,抽出闲暇的时间一个星期讲一次就可以,但是决定不能中断,至少要保持一个星期讲一次。 现在说实在话,在家同修要学讲经容易,出家学讲经难。 你们想想,哪一个道场会让一些年轻出家人,让你在这里学讲经? 这,不可能的事情。 你会讲了,那老和尚怎么办? 在一般跟你这些同辈分的师兄弟,哪个不极度障碍,没有机会。 现在真的,讲经说法,在家居室的机会比出家机会多,而且舒胜。 因为你在家,你的亲戚朋友很多,我每个星期一到你家给你讲一部,金刚经,三个人,五个人听,听众就越来越多。 因为你讲的精彩,你讲的一定比我讲的好,你取的是我的精华,我那些拉拉杂杂的你都丢掉了,都不要了。 你晓得这个原理,你才知道这个事情不难,这个事情可以做。 学讲经,练习讲经。 到讲的差不多,讲得很好了,再去受菩萨戒,那个菩萨戒是行事,免得人家毁谤。 因为你受了菩萨戒,菩萨有责任讲经。 所以在家菩萨有责任讲经,出家人对你也不能批评。 而且说实在话,讲经身做是代佛说法,居室讲经身做代佛说法,我们出家人去听,也要先拜三拜。 你下了台,你是居室的身份,你上台,你是代佛说法,那个身份不一样。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晓得,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,不知道事实。 我们看佛经,佛当年在世的时候,唯摩居室是在家居室,他是受了菩萨戒的居室。 唯摩居室是讲经,设立福,墓间连是佛的大弟子,去听经一定要顶礼三拜,又绕三扎,那个礼节跟对佛完全一样,没有两样。 佛法是师道,师道是老师第一大,不管你在家,出家,老师第一大。 你一生做,是代佛说法,这就是第一大。 进入这个佛堂,你就应该要行礼,这就是最尽礼,我们必须要懂的。 不是一出家就第一大,没这个道理,那是个错误观念。 身做讲经,居室可以称法师。 法师,和尚都是通称,在家也称和尚。 和尚不是出家人称的,这个诸位要知道。 和尚是什么? 是清教师,就是传法的老师。 譬如,你今天跟我学讲经,我就是你的和尚,你完全依靠我的,我就是你的和尚。 我过去学讲经,我是出了家,我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,李老居士是我的和尚。 和尚是印度化,翻成中国意思叫清教师,现在的话就是指导教授,他直接传法给我的。 所以和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,他有师臣的关系,法师没有师臣关系。 二,若向在家善之事请求讲经说法,为其弟子,依以为师。 则故无不可者。 如其志愿真诚,堪以教化。 善之事亦不宜一味俊俱也。 若向在家善之事请求讲经说法,为其弟子,依以为师。 则故无不可者。 这是以在家居室为老师的。 在家居室以在家居室为老师,出家人以在家居室为老师,都可以。 这世世尊出现在当世的时候,就已经把这个例子给我们建立了, 为模式在家居室,多少出家人以他为老师跟他学习, 佛身边的弟子也是以他为老师,他讲经说法。 有的时候佛叫自己学生到那边去听,可见得没有令法。 人家讲的是正法,哪有错误。 所以出家人可以依在家人为和尚,为老师。 如其志愿真诚,堪以教化。 善之事亦不宜一味俊俱也。 这是不可以拒绝的。 他是真心诚意来求法,你要是拒绝他,这是断人法身会命,这是完全没有慈悲心的。 只要是真诚的来求学,一定要教。 三,此今是大般若法会中之地酒会。 且是未发大臣,发罪上臣者说。 可见在会者,皆是发无上菩提心之大菩萨。 故不别列也。 这是说前面所列的这些大众,里面有比丘,比丘尼,幽婆赛,幽婆仪,他没有列菩萨众。 为什么不列菩萨众? 这个地方给我们说出来它的原因。 这个菩萨,大般若菩,大般若菩,总共有六百卷,一共有十六会,这是,大般若菩,里面第九会的一分,是六百卷里面的一卷。 这说明,金刚般若菩,是从哪里来的,是,大般若菩,第九会里面的一卷。 这是整个,般若,的纲要,是整个,般若,的精华,经上讲得很清楚,是为发大臣,发罪上臣者说,不是为普通人说的。 由此可知,当年参加法会的这些人,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大菩萨。 佛灭度之后,我们今天这一回,诸位来参与的,也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大菩萨,这一样的。 若不是发大臣,发罪上臣,你虽然来听,也得不到利益,也就是你没有听清楚,没有听明白。 真正听清楚,听明白,很欢喜,依教奉行,那你就是发大臣者,就是发无上臣者。 这是末后所列的这些大众,不列菩萨的道理在此地。 四,皆大欢喜,者。 文词大法,心开一解。 是为欢喜。 且知,信受奉行,便是何丹如来度身事也。 当的菩提,成佛有望,非同小可,故大欢喜。 再会大众,无不如是。 故皆大欢喜也。 皆大欢喜者。 文词大法,心开一解。 开,是开悟,解,是许许多多的疑虑,无明,误会统统消失了,统统解除了,所以欢喜。 且知,信受奉行,便是何丹如来度身事也,这个的,的确却把我们凡夫身变成了菩萨身,转这个境界,转得实在是太快太快了。 转凡成圣。 知道依照这个经去做,佛教给我们为人眼说,这就是丹妇如来度化众生的事也。 当的菩提,成佛有望,这两句话是真的,只要你依照这个原理,原则去做,你的进步非常快速,年年不一样,月月不一样。 当的菩提,就是开悟,从小悟,大悟,大彻大悟,明心见性,见性就成佛了。 非同小可,故大欢喜。 再会大众,无不如是。 故皆大欢喜也。 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心情。 五,性,即性心不逆之性。 受,即生解义去之解。 因其有不逆之性,生解之受,所以,奉行。 奉,尊奉。 尊一经中所说之义去。 行,自立立他。 自己尊奉而行,赴广不辞经,为人眼说。 另一切众生,无不皆大欢喜。 性,即性心不逆之性。 性心不逆是本经的经文,这个意思就是非照这个理论,方法去做不可,这样的性心,叫做,性心不逆。 受,即生解义去之解。 这是须,这是须菩提尊者自己说的,他听佛说这个法,身解义去。 因其有不逆之性,身解之受,所以奉行,奉行就是受持。 奉,尊奉。 尊一经中所说之义去。 行,自立立他。 自己尊奉而行,赴广不辞经,为人眼说。 另一切众生,无不皆大欢喜。 这些话都是佛在这部经上常常讲的,教导我们应当受持,读诵,为人眼说。 六,如是信受奉行,勿使会水长流,法脉永通。 传之沉洁而无智,普济万类而无疑。 则遍法界,尽未来,有此经处,便是佛说法处。 如是信受奉行,勿使会水长流,法脉永通。 这两句话是自行化它,在自己本分上,智慧不断增长,烦恼业障不断地消除,在佛法修学,弘扬,传播,永远是很顺利,无有障碍。 传之沉洁而无智,沉洁是时间。 普济万类而无疑,这句话是讲的空间,时间永远地传下去,空间是普度现前一切众生,无疑是没有漏掉一个。 则遍法界,尽未来,有此经处,便是佛说法处,经典所在之处就如同佛在。 但是经典一定要有人受持,要有人读诵,演说才能产生效果。 如果没有人受持,没有人读诵,没有人演说,现在台湾是很富裕,印刷术很发达,很多人家都有一套,大藏经,摆在那里没有用处。 摆在那里他不看,他不知道受持,读诵,为人演说,只是做装饰品而已,那个没什么作用的。 一定要读读诵,要依教奉行,为人演说。 七,结极者之意,在于一切大众,依教奉行,佛种永永不绝尔。 结极者之意,这个结极者是阿难尊者,阿难尊者的意思。 在于一切大众,依教奉行,佛种永永不绝尔。 因为这一段经文不是佛说的,这一段经文是阿难说的,就是集结的这个人他的意思。 他的意思,劝勉我们要依教奉行,劝勉我们要流通佛法。 现在这个社会从表面上去看,好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,人们的生活水准好像天天都在提高,如果你们大家这样看法,只看到外面表面上的现象,其实这个现象你也没有真看清楚。 如果真的看清楚了,你就知道,现在的社会这种发展并不乐观,里面的问题非常严重,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 怎么知道? 心量宅小,智慧一天一天少,贪甜吃慢三毒一天一天增长。 这是三毒增长,智慧隐没了,还有什么前途? 人怎么不苦? 今天大家生活很苦。 七、八年前,我第一次到大陆去观光,大陆同胞看到外国人非常羡慕。 尤其我们从美国回去的,非常羡慕。 我就告诉他,美国人的生活不如你们,他吓了一跳,他说,怎么不如? 美国住洋房,家家都有汽车,都有电冰箱,怎么不如我们?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? 我就问他一句话,你们不少人在一起,你们有没有负债的? 我这一问,他就想,没有,都没有负债的,这个了不起。 美国人从生下来到死,债都还不完,他什么东西都是赦账赦来的。 我们中国古话说,无债一身轻,你们过的是人的生活,他们过的是什么? 一身都是为债务拼命工作,还债还不完,日子苦不堪言。 美国人怎么能比得上你? 他们每天下午,没有事情,几个小桌子拼起来,花生米,老酒在那边喝,聊天,闲情抑制,美国人哪里有这种享受? 各有各的乐趣。 我们看到他挺苦,他们过的真的是人的生活,他是自然人,他是跟大自然结合的。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? 我们是变成机器,不是人了。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,你没有智慧就看不清楚。 现在西方一天到晚喊,智慧才产权,一本书出来,是,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,听说现在一个卡带上唱歌都不行,他都,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,心量小到那个程度。 在佛法式讲流通尽未来记,佛书是,欢迎翻印,功德无量,怎么会相同? 我讲经这么多年,三、四十年了。 我讲习上常常讲,人家有些书送给我,我第一个看什么? 看他版权页。 只要版权页上是,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,我就丢在一边,我绝不看。 为什么?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 为什么不看? 心量那么小,能写得出什么好东西? 我有我的理由。 佛的心量多大,变法界,尽未来记,叫你流通,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 今天佛门里面,甚至于很多出家的法师,写了一些佛的东西,后头也是,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 他没有念过,金刚经,不但没有念,金刚经,一本佛经都没有念过。 因为每一部佛经的后面,都是教你流通佛法,没有教你学了之后,不要教给别人,没有这种说法。 都是劝你自行化它,帮助一切众生,把佛法流传到久远。 流通就是这个意思。 哪里到你这个地方就障碍不通,哪有这种道理。 八,我被今日说者,闻者,发起者,护持者,亦莫不,皆大欢喜,信寿奉行,同聚此愿。 聚此愿者,乃未真信寿,真奉行,真欢喜。 此证我被上报四恩,下记三苦处也。 我被今日说者,闻者,说经的人,听经的人,发起法会的人,护持道场的人,亦莫不皆大欢喜,信寿奉行,同聚此愿。 我们要跟诸佛如来,要跟一切菩萨,阿难尊者,祖师大德们,同心同愿。 据此愿者,乃未真信寿,真奉行,真欢喜。 这就是说明,我们的心,愿,解,行,要跟佛相同。 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? 就是这一步经,这步经是佛心,是佛愿,是佛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了解,是诸佛菩萨究竟美满的生活行为。 我们从这步经里面学到了,就能把自己变成跟佛菩萨一样,真正信寿,真正奉行,真正欢喜。 此正我被上报四恩,下祭三苦处也,人与人,人与一切众生,彼此互相都有恩惠。 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存,不能离开众生,跟众生是一体的,互相都有恩惠。 我们每天吃的饭是农夫种的,穿的衣是工人制造的,样样东西都得社会一切众生的供养,我们要知恩。 四重恩,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,第一个是父母知恩。 我们的身体,父母有生育之恩,父母生我们,养我们的生,养育之恩。 第二个是老师的恩。 佛是老师,佛菩萨,老师的恩德,老师是教导之恩。 我们的法身会令的自语老师,使我们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, 佛是我们最好的老师,要知道这个恩德。 第三是国家之恩。 没有国家,我们的生活没有保障,就没有安全,国家保障我们的生活安定,安全,国家之恩。 第四个是一切众生之恩。 我们与一切众生互助。 佛法教我们常常念着,四重恩,要存报恩之心,我们如果不能够认真的修学,就不能报恩,要想报四重恩,一定要依教奉行。 夏季三苦,三苦是三徒,地狱,恶鬼,畜生。 地狱,恶鬼,畜生,我们怎么帮助他?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,但是要晓得,还没有变恶鬼,畜生,地狱的,看着将来他马上就要去了,这些人我们可以帮助他,让他觉悟。 他将来不会跺三徒,我们能帮助的是这些人。 看看哪些人造地狱罪业,造恶鬼罪业,造畜生的罪业,我们能把,金刚精,的道理说给他听,他觉悟了,这一回头就不跺三恶道,这是夏季三苦。 所以自己依教奉行,这是报恩,为人眼说,就是夏季三苦。 九,为愿诸善之事,从实性而入尽性。 于有位而正无位。 以此行愿,庄严佛土,化度有情。 归心净土,老实念佛,急得往生,不退成佛。 为愿诸善之事,从实性而入尽性,尽性的功夫,比实性要深得多了。 尽性里头,丝毫的疑惑都没有,对于理论,事实,真相,都搞清楚,都搞明白了。 于有位而正无位,这是讲我们修行契入功夫的浅身,由浅而生。 以此行愿,庄严佛土,佛土在哪里? 就在现前。 现在有人提倡人间净土,那在喊口号,有什么用? 要真做。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依教奉行,都能够为人眼说,把佛法发扬光大,人心清净了,离开一切污染了,这个世间就是净土,这叫庄严佛土。 化度有情。 归心净土,老实念佛,急得往生,不退成佛。 最后四句是最重要最重要了,那是真的彻底究竟圆满的解决问题了。 这几句话都是将为农居士写的,可见得这一部,金刚般若,一部,大般若经,到最后回归到净土,回归净土才叫究竟圆满。 我们这部经到此的功德圆满,谢谢诸位同修。 谢谢大家。